大家好 这段时间开花的三角梅 很多画友都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它一边开花 一边长一些新的枝条出来 如果说这种枝条我们不处理的话 那么就会影响到它的开花量 影响到它的开花品质 大家看就是这种枝条 其实像这种枝条 只要我们适当的给它处理一下 就能开出一串花 这条枝条非常明显 大家看到没有 很长很长 一直都没有处理过 因为它从底下长起来的 没有注意到 所以一直都没有花芽分化 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只要给它打顶就可以了 阻断它的养分往上输送 它就会从叶芽这个地方 花芽分化出来 像这一条枝条一样 大家看到没有 这条枝条当时就是被打顶了 结果现在这个花芽 已经从叶芽地方长出来了 所以这段时间开花了三角梅 出现这种枝条的话 我们只要适当地处理一下 就能让它开出一束花出来 增加它的开花量 如果不处理的话 它会一起生长 哪怕它开花出来 品质也会非常差 同时这段时间 我们也要给它 按时按量的补充零色二氢钾 最好是一个星期 给它使用一次 按照1比1200的比例 因为这个时候是开花期 所以我们要坚持薄肥 不能给它湿得过浓 这就是这段时间 养护三角梅出现的一些问题 我们怎么解决 让它开花多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